目前可以確認收救出來有五位同仁有受傷的情形 第一批有我們同仁已經帶下來 大概一個半小時之後可以到達登山口 那麼第二點就是確認有五位是Oka 另外有三位同仁現在目前還卡在飛機裡面 我們正用破壞器材進行收救 目前這個訊息跟大家報告 第一批可以移動跟部分受傷的人 我們已經有第一批的收救人員把他帶下來 以上目前最新的收救進度跟大家報告